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预言过的应许者 他是巴伯 巴伯像流星一样出现在摄拉子的地平线上 横穿波斯从南到北灰暗的天空 悲壮而神速地降落 最后 消融在荣耀的火焰中 他的追随者 以新生字母为代表的一群令上帝陶醉的英雄 越上那同一地平线 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同样迅速地燃烧了自己 依次给正在稳步极具动力的上帝新生信仰 注入新的能量 巴伯在阿塞拜疆被监禁三年 纵使在马库城堡监狱中 巴伯被剥夺了拥有一只照明的蜡烛的权力 他歧视了波斯文的八样经 他明示这个圣道开示九年后 上帝将使之显胜的他将显现 他还断言 巴扬经的全部荣耀 军格子上帝将使之显胜的他 大布里市波斯帝国西部重镇 一百七十年前 在1850年7月9日中午 青年爱尼斯和巴伯被悬吊在两根绳子上 七百五十人的行刑队即将开始设计 巴伯向在刑场周围凝视的万余名围观群众 讲了他最后的话 迷失的一代啊 如果你们已经信仰了我 那你们会遵循这位杰出青年的榜样 自觉自愿地为我的圣道献身 你们承认我的日子即将到来 但那时候我已经不和你们同在了 一个站立在人类两个先知周期 亚当周期和巴哈伊周期交汇之处的生命 就这样结束了 而巴哈伊周期注定要穿越未来五十万年 巴伯说 你们注定要到这条道路上留下鲜血 浇灌和复活 令我们永生幸福的花园 这些奉献的鲜血将成为种子 从种子中长出强大的上帝之树 这棵大树枝繁叶茂 将因比全世界各族人民 因此如果我离开这片土地 不要悲伤 因为我正在努力完成我的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